明天回到办公室 高手席 交锁时 交门卡 把桌子上 办公桌上的东西清一清 然后把电脑带回家 我自己的 就没有啦 就结束啦 就真的把 以后就是在家里办公啦 居家办公啦 不是居家 真的是居家 而且是加多两个字 永久居家办公 不会啦 有朋友 有好朋友不懂 很多人都不懂 以为 好像表面上 你退休 暗地里是很着急 暗地里不应该退休 暗地里应该是 很辛苦 虽然我嘴巴讲 真的是要走啦 真的不想再 真的不想再打工啦 坦白讲 我以后只有一个老板 就是我老天爷 是我老板 我一直跟着他那姐 我说以后 我只有一个老板 就是老天爷 我不必再找其他的老板 够了啦 我从十八岁还是十九岁开始工作到现在 够了吧 六十四 差不多八个月就六十五了 不要等到六十五了 就走了 实际上只可以做到六十二 就算现在目前也是做到六十三 我们不是说做到六十五 当然你不要走 你七十都可以啦 你七十都可以 你都可以讲的嘛 哎呀 我都让他安排啦 我要配搭他啦 我要帮他啦 不用 走 这些年轻的 当然是年轻的嘛 接下来 让他去打天下啦 你帮他 老实讲的 天哪里都比他差 你怎么帮他 我已经算是不错啦 六十四六十五 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会自己做直播 会剪接影片 很多人都不会 比我年轻的很多都不会 我已经不错啦 我也会words 我会powerpoint 我都会 slo多少会一点点 因为我不喜欢算账嘛 华文字 朗朗是会啦 英文字就不行啦 或是有翻译器 也是可以 大概明白啦 以后老人 在安老院里面 那些外籍的护士跟我讲话 肯定没问题的啦 除非他们不是讲英文哦 所以 谢谢大家啦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张大姐也替我开心 他们大家都很尊重我 该 我会放在脸书啦 他们送我一个 我给你们看吗 没有啊 送一个纪念 一个水晶的 不错啊 我就放在我的客厅的电视机啊 我看电视的时候 我的那个 那个水晶的就放在那里 哇 我就当宝贝 因为他们给有诚意 如果你给的没有诚意哦 哎呀啊 谢谢你谢谢你 回到家里就 就随便 又一个地方 如果你非常没有诚意 啊谢谢你谢谢你 没有连谢谢都没有 因为他没有诚意到 他是寄到你家里的 哼 我拿了我就丢在垃圾桶 就是这样简单的 你明白吗 我们做人呢 有时候有点骨气 你叫我去 参加一个典礼说 哦 你是要我们 我们要纪念你的 因为你曾经在我们这里 多少年 我们要来 appreciate你 你没有跟我讲 你没有跟我讲 那个典礼哦 你会来吗 希望你来 我哪里懂 你没有跟我讲 特别的事情 我哪里会来 我不是没有工作做 还要特地请假来嘛 如果你你这样讲 我就不要来嘛 结果没有来才发现 原来是有我的名字在里面 应该要上台 所以我没有来 变成我没有礼貌 变成我 还好不只是我没有来 整批人都没来 那些曾经在那里工作的都没来 那就无所谓 我心里还可以 你没有诚意嘛 电话也没有打一个 没有人打电话 诶 诶 我们 有有有有 他有打电话 我有接电话 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讲什么 只是说 你能不能够来 只是问我能不能够来 没有跟我讲 有一个颁奖礼 诶 你得 算是得奖啦 你是被 一个周年纪念 一个水晶杯 我记得晚上常常的 他就送你 没有讲 结果寄到我家里的时候 我拿了 我就直接丢掉垃圾桶 我告诉你 我不领情了 也是嘛 同事之间 喝得来的 啊 请我啦 大哥 我结婚 诶 恭喜你 我一定到 就是为了 最近我参加一个婚礼 我一定到 你好好讲 我一定到的 哎呀 你 当大姐是 是老师啊 是我孩子的老师 见他结婚 当然开心啊 到 有些呢 把钱给放在你的办公座 哼 连一句话都没有 就是好像 不懂分什么 分报纸啊 把他请你放在办公座 我的办公座 就是拿了 丢掉垃圾桶 你请人没有 就是这样放 不用打电话 而且是办公室的同工 你想想看 所以我在人生当中 人进你 三分 你就进人家十分 人家不尊重你 就算了 我的人是这样 但是我先讲 我现在那种遭遇 是过去过去过去 十六年以前的 十六 十八 十九年以前的事情 我还是蛮记恨的 没有 因为我现在要 勾起很多回忆 要做这些回忆录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要 不可以忘记这些事情 人家对你好 你对人家好 人家敬酒 你一定要回敬 我的人是这样 人家根本没有心的嘛 你都知道嘛 心铁 我都觉得要浪费 浪费那个群铁 一个群铁要一两块钱 笨了 我就会讲他笨了 我哪里会去 就是这样 我的人就是这样 结果也真的 看不看 那个人也是不被看好嘛 很多事情发生嘛 那种办公室的政治 我听到很多 所以 我现在讲的是空前 我现在这个工作十六年 我跟你讲 每个都对我好 有意见的都没问题 到头来每个都是好 谢谢他们 在那边公开的讲 谢谢 我真的很开心 我这十六年在这一个地方工作 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很好 照理说啦 如果你要严格的话 两年前的疫情 这么糟糕 我又达到 就是他们跟着政府的 法定的退休年龄 其实他们可以要求我退休的 都没有事情做 整个全部停了 如果他们是 他们就算叫你退 他们也没有错 你不可以说他们无情 其实两年前退的话 我会比较辛苦啦 因为这两年就 松一点啦 收也收多一点点 可以退休啦 坦白也想 然后 直播也做出一点点成绩 我都跟你们讲的 最少早餐 有着落了 两年前退休 跟两年后的今天退 差很远 从前啊 你看我养那辆车都 我张大姐都讲嘛 你的所有的 所有的钱都养这个小老婆了 车是小老婆 比养张大姐还贵 我都没有吃她 我一个月都没有吃她 那么多钱了 她那两车 一个月吃她两三千块 还有那两车 载着两个孩子 从求学一直到他们 借分点语 借分没有了 借分有啊 借分还在啊 那女儿借分我的车还在啊 对啊 还用了保理 漂漂亮亮 你看 小女儿 小女儿就没有车了 没有车 刚刚刚好没有车 因为 幸会我的车 大女儿有份了 最少 最后一个 serve她 进入那个 赞美馆场的 那个 charm的那个教堂 功臣隐退 我的汽车 还有载小孙女呢 还有载小孙女一点点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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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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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孙女就没有了 也不会买车了啦 新加坡已经是香港的啦 香港没有人买车了啦 香港的那个停车费很怕人 私人停车费很怕人 比新加坡 新加坡是学像香港 其实我们现在学像香港 但是香港没有COE 它是什么都贵的 它就算你有本事买车 你没有本事养车 它是让你这样 一个停车场几百块 不过新加坡也是 不要讲了 你的生活 现在 今天我们要谈什么 今天谈阿花姐出书 介入大选前闪电换降 它泪洒总理钱 内容是这样 那这是Question Mark 不要 是吗 俄罗斯向乌克兰居民 提供快速公民身份 也是Question Mark 这两个主要课题了 今晚有什么新闻就报什么 政党政策双翔炮 谢谢大家出席 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开讲 线上有81位这些网友 谢谢你们 有12个赞 真的是今天比昨天更少了 看到这个题目 没有人要听 不要讲了 我们照讲 谢谢大家了 谢谢线上 每次看到你就是 真的很开心 然后 Jeslin欢迎你 欢迎你 然后 Sandy Zhu欢迎你 欢迎欢迎大家晚上好 张大姐跟你们打招呼了 然后 要谈一下今天的疫情 我刚才已经拿到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一下子啊 一下子啊 一分钟啊 三十秒 哎呀 这个疫情 对啊 也是啊 平行你帮我报 也是很不错 今天2551 很少了啊 好像零死亡了 假如我刚才没有看错啊 是不是 应该是啊 对不对啊 我看一下 嗯 2551 零死亡对 没有死亡病例 好像是真的控制得到了 我们的疫情 不过2000多还是很恐怖啦 我觉得还是很恐怖 但是 台湾也是很可怕 台湾的疫情也是很可怕 我这里有一个资料 今天第一个就讲台湾的疫情 我应该讲 因为他的死亡病例 创新高 145 等一下 台湾新增145个死亡个案 为例来最高 他们很多死亡个案 根据 投诉啦 就是 那些人 好像没有医 就是在那边 躺在那个病床上 想一句话我已经等死 如果真的是 这个政府真的是 真的好像很多人没有打疫苗 很多人没有打疫苗 他们说 这145里面 有一半以上没有打疫苗 到目前 台湾 卫福部 他们叫卫福部 不叫卫生部 今天就新增 78605 可怕 78605 你说可怕 我们现在总数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我们120多万 129万 到现在了 他们每天七八万七八万很快的 总数已经不论多少了 然后 主要是新北市最高 然后就是高雄市 然后是桃园 然后就台中 然后就台北 让大哥念 念LC LC 你好 我还没有念 你就怕我念错 LC不要这样 公司晚上好 LC说 张大哥大姐 记得各位 网友晚上好 然后 这个 LC Leon就说 张大哥念LC 你真的是 你算我算在 谈笑间 不要紧 我的错 我能够 我能够 我就把你当成是效果 谢谢你 谢谢你 而且 我不可以生气 你真的怕我今天 又念不错 坦白讲 我今天也是念不错的 你不写LC 我也不会念 OK 我还是会叫你Madam Leong 还是Mrs Leong 好啦 谢谢你啦 对不起啊 有台湾的疫情 应该讲得严肃一点 不过 我跟你讲 他们真的是 我 我又不可以黑心 我有跟许弟兄讲 我说这样下去 一直到年底 如果他们没有解决的话 我不相信年底的选情 六都选举的市长的选情 他们会好 这个自政党会好 不过 这个自政党很会选举的 台湾人又很善良了 我觉得 三个月前的事情 都可以忘记了 所以 现在疫情坏啊 到了年底选举的时候 如果疫情在七八月 减缓的话 敢敢啊 选举的时候 又是投票给绿色了 然后又说 哦 中国要打来了 哇 很惨啊 我们要变成乌克兰啊 这样就可以赢选票了 每次都这样了啦 所以啊 我跟你讲 我现在对台湾新闻 我真的 我最近 我最近对乌克兰的新闻 我也不太要看 因为啊 你看两个媒体 那些亲俄罗斯的 就讲俄罗斯的好话 那些亲乌克兰的 就讲乌克兰的好话 你看那些俄罗斯 讲到他很残忍啊 攻进去啊 残害人民啊 老人家哭 不是假的 是真的好不好 真的 俄罗斯的军队啊 很 很 强悍的 我都讲了 当年德国 拜北的时候 最后的 最后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的时候 他们很担心 他们胖俄国人 他们全部 投向美军 跟美军投降 干念做美军的战俘 不干念成为 俄罗斯的战俘 就知道 一路来都是这样 他把人民 跟当年的本 清华的那种 残忍手段是一样的 不懂 这种军队就是这样 不懂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民主吗 他不是民主国家 他不需要民主了 坦白讲了 就是这样 而且他觉得乌克兰 你要脱离 你们要民主吗 民主民主了 你拜你就给我 杀给我 我不是讲他们好 很可怕 很不 很不人道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又看到新闻 他们在某一方面 今天 我要谈的这个是 他们 给 护照 给护照 快速的给护照 占领地的居民 给他们快速的公民 公民身份 当然什么地方呢 就是顿巴斯 南部的沿海内带 所以 现在他们是这样 OK 这边新闻照报了 俄国家警攻击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南部沿坛 试图取整个顿巴斯地区 现在真的是要占领更大的地区 就是 东部的 东南西 东部的 俄国已经占领了港口 城市 马里乌伯尔已经完全占领 亚述钢铁场里面 1700个乌克兰军队 军人也是向俄罗斯投降的 战斗集中在 北涅 北顿 涅兹克 河岸 乌克兰控制的 北顿 涅兹克和西岸的 利西昌斯克 这两座城市 所以从三个方向 包抄 就是他节节向西攻 但是呢 在这个同时 他说 先讲 讲完他先 他说 北顿涅兹克遭受越来越多猛烈的炮击 敌人正在吹轨 这座 居住着15000人的城市 这是州长 乌克兰的州长 一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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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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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俄罗斯向 顿内兹克和 鲁干斯克居民 发护照 简化乌克兰南部居民 简化取得护照的程序 这些南部的居民 我跟你讲 亲儿的 亲儿的 因为他们从前也被乌克兰 这个是不变的事实 不是替 不是替俄罗斯指 是替 乌克兰里面本身也有一群人是不喜欢这个政府 所以俄罗斯已经向这数十万的军民发放俄罗斯的护照 申请人不需要居住在俄罗斯 不必提供足够的财力证明 或者通过俄语减定 不管你啦 不管你的收入 不管你会不会讲俄国话 不管你曾经也没有来俄罗斯 只要你是南部的这些人 现在战争 我收了 我收你了 你成为市民 你要不要给你80% 而且简化这些州啊 两个州就是 扎波罗日 赫松两州 居民取得俄罗斯的护照的程序 简化它 吉普当局立志 指控执举违法 国际法 是侵犯主权的犯罪行为 吉普 这乌克兰的登附 那你要问问你的人民为什么 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样 他们自己愿意接受 要逃到俄罗斯 俄罗斯又提供一个合法的身份 他们就走了咯 你只能够做的就是 这些人你把他驱逐了 他不留念你 现在我是新加坡人 我有新加坡护照 我去到那个移民厅那边 我拿我的护照 定位下去 我当场施 我说我明天走 也不可以吃 吃了走不住 你刚才讲 我不要了 我要slender了 我明天一离开了 我自己会给你护照 我一来离开新加坡 当然肯定你要有 别的地方有给你护照 别的地方正式收留你 护照 不是给你visitation pass 不是给你观光战争 不是给你永久居民都不可以 那个国家已经要你了 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 你知道吗 你一离开新加坡 你直接 你要把你的pass report 撕成碎片 然后寄回去 没有人讲你 就算弄一个YouTube 当场 所以 扯来会犯法了 但是你已经不是新加坡人了 你不要放弃 你写信放弃就放弃了 所以他现在 吉普就是乌克兰当局就送 俄罗斯这个是违反国际法 侵犯主权的犯罪行为 那你不捉你的人民犯罪 你捉俄罗斯 俄罗斯吸引他们去 他们愿意去 你怎么办 这样也不可以 所以我跟你讲 觉得 人民 民主 民主 民做主 他做主 不要在乌克兰 他做主 去俄罗斯 要成为俄罗斯的居民 市民 是 他或许 你说他是受诱惑 说被洗脑都好了 但是他甘愿 他没有被逼 所以我觉得 也没有什么好讲 你现在已经越来越惨 我还是听到 那个泽连世纪跟欧盟讲 你们要赶快 多一点武器给我 每天都是这句话 你以为他们真的 他们会给 武器会给 都要拿来test 不知道 其实武器 你的武器没有攻到俄罗斯的 你所有的武器最终还是 你要记住 刚大哥讲这句门道的话 大家讲 乌克兰 他硬要抵党的话 硬要抵抗 好 我没有说错 因为这个是爱国 拼到最威力子弹 但是你没有子弹的时候 你要世界各地给你 枪弹 给你导弹 给你炮弹 给你什么武器 你不要忘记 你这些武器用来打 俄罗斯的同时 你在跟俄罗斯 抵抗的同时 你也会插枪 从我伤到自己的老百姓 第一 第二 这些炮弹 打的时候也是打在 你自己乌克兰的土地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大家 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那为什么 不能够有更好的折衷的方法 因为一路来你就是 一定要打到完 你要打到完就打到完 我现在是从中立看 我没有战成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 我是说乌克兰 你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是认为你会赢吗 因为普京真的是 他们现在又有一些人说 他好像有巴金森 他很紧张 听说有暗杀 传要暗杀他 也有这种新闻出来 我告诉你 我看他是很稳的 很猛的一个男人 有人说他政权可能不稳 也有可能我不可以说这种消息是空穴来风 但是你要怎样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现在要硬硬来 就是要整天封你 你那些无人机也打不到他了 他已经有对付的方法 他现在开始也不用苏联时代的武器了 他用俄罗斯时代制造的武器来攻打你 不要忘记他攻打的是乌克兰的土地 乌克兰要求更多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 也是落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对他们说他们占领的地方做戏 清那些地雷 假假还做宣传 说那些士兵投降 干验投降 当然政治就是这样 军事也是这样 都是会在做戏的 两边都在做戏 其实两边都残忍 一个是侵略人家残忍 一个是被侵略了 我不懂了 你真的要打到最后一笔子弹的话 你还要更多的武器 我不懂了 我不能够接受你 我不懂了 我觉得 你自己的人民 让老护照离开你 你也不能够 你不怪你的老百姓吗 你怪 好了 他说 如此非法 合法 护照是公然侵犯 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规范和原则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违反 如果违反 我们也没有话讲 所以你看 1月20个国将援助 武装自身机导弹等军备 在5月23号 第二次乌克兰防务联络会议结束后 美国国防部长说 大约20个国家 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安全援助方案 什么援助方案呢 就是很多武器 例如将来 澳洲提供的155毫米口径M-777流炮弹 英国提供了硫磺式精确导弹 丹麦提供陆地鸡鱼叉式防舰导弹 每个都提供自己的 挪威就提供M-72型反装甲武器 这个挪威地方大 但是人口少过新加坡只有538万 然后 丹麦的人口也是583万 新加坡已经是600多万 但是他们的地方都比我们大了 但是他们都提供武器 然后捷克就提供M-1 MI-24武装自身机 自身机还有坦克还有火箭系统 然后希腊就承诺提供冲锋枪火箭系统 波兰就提供榴弹炮火箭系统 装甲运兵车无人侦察机 波兰就提供这些 所以每个国家都提供了 德国就承诺提供15辆的列宝式防空坦克 这个国的武器蛮厉害的 意大利就承诺提供流炮弹 毒刺式防空导弹 反砖甲武器 机箱和弹药 所以我告诉你 这些所谓的乌克兰防务会议 就是各个国家提供他们自己制造的武器 那我想请问大家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的话 这些武器拿来做什么 这些武器就是各个国家自己制造的 难得有这个活生生的战场 乌克兰又需要这个武器 他们就给了 但是我又回到一句话 这样打是没完没了 不要紧 这些国家送这些武器给你 没有私心吗 没有私利吗 以后没有作为一个现场的 实弹的一个军备 能够实弹的发挥作用 将来这些武器要增加生产 卖给其他国家 乌克兰战争的战场上所表现出来这个武器的功效 就是最好的说服力 现在花钱送武器 将来武器大量制造送给别人 还有美国呢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如果从这一点想 你要更多老百姓牺牲吗 更多的乌克兰军队牺牲吗 还是你认为这些武器加起来能够把俄罗斯击退 那我就恭喜你 我没有话讲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这场战争一直这样打下去 对双方是好的 普京也讲 他说他愿意谈判 但是如果芬兰跟雷典 真的要这样加入给欧联盟的话呢 普京说我的想法又不一样了 就是来应用 那土耳其老实讲 你眼睛他们之间也有问题 土耳其可能不能够接受芬兰 跟雷典 因为他们对待恐怖分子的一些看法 跟土耳其是有相抵触的 我也是很惊讶 意思说在土耳其里面 针对一些恐怖分子的那个集团 是不能够接受的 但是芬兰那边反而能够接受 明白大概意思是这样 不要去详细去找出来讲 你们这里也可以找这样的资料 意思说对土耳其 不一定会同意让 这个芬兰跟雷典加入北欧联盟 因为他们北欧联盟是这样的 全部都要同意的 一个不反对就是不成了 所以土耳其本身有很多看法 那你说土耳其错吗 不可以这样讲 因为你的条件就是这样 你的联盟一成为门国 你的这一票就是将来 另外一个国家进来 你也有权利说你可以拒绝 所以土耳其可能 芬兰跟内典 没有办法加入北越 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们之前很多问题 真的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我是说大家对这场战争 我今天讲完了之后 接下来也不大要讲了 除非有很多 因为很难讲 四的歌语 四的歌语是少语 大概是这样的 你讲这边好就得罪这边 你讲这边好就得罪这边 然后又讲一句不好听 不是很 对我来讲 我比较辛苦 因为如果我讲一点话 是对俄罗斯好 哇 这边压力很大 全部猫 猫 猫的人 但是一些支持中国的 就会觉得我张大哥很好 讲得很好 我很难 我不是不要讲 因为 因为我也看到俄罗斯 很残无人道的 侵占别人的家园 杀害他们的老百姓 但是俄罗斯也不承认 我真的来到那种无头公安这样 很累 很累 所以我就有时 开始都不大要讲 如果今天我只是跟你讲 护照的东西 我想请问乌克兰 我从这样的想法 你的人民已经 说不要你 这个老百姓 你不可以生他们的气 因为这群人 可能他要你和平 他不战争 他领导你求和 他不要你打仗 他不要你打仗 他没有错 因为他是人民 他老百姓 他说 泽连世纪你不要再打了 他们没有错 所以现在俄罗斯提供护照 他们就 宁可逃离 移民到 就是移民到俄罗斯 他们有错吗 如果将来他们移民那边 被虐待 被欺负 二等公民 三等公民 那是他们就有自取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人民 好像亚述钢铁 我不是讲 那些亚述钢铁的人 就一等 一等的守卫军 那些真正的乌克兰士兵 就沦为二等三等 那有一些城市 老百姓说 乌克兰军队就这样走了 根本都不理他们了 也有啊 那这些人 对国家的军队失望的时候 如果 俄罗斯来没有 要保护他们 说 你们移民 走走走去 去俄罗斯 我给你护照 你去 意思是说将来如果我打赢了 我们再送你回来 可能 重建家园什么 你想你还有一个希望 当然我的生命最重要 我是老百姓 你 买武器 买武器 你武器是设向乌克兰的土地 大家要了解这一点 你看现在乌克兰的那些田 他的那个收成 那些玉米 还有一个什么 大麦小麦 不懂 总之是麦跟玉米收成 现在有一点问题 那个农田 耕地 很多地雷 怎么收 老百姓怎么收 所以他们现在有些就卡住港口 我看到一些报告说 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 你叫我花能力去采购这些东西 然后我一蹲一蹲的 我运不出去 我还要花钱 花能力去收吗 算了 所以 他们也埋怨了 你知道吗 自己的土地 你国家没有保护我 你不投降 你要打 打到最后一笔子弹 但是你子弹用完 你说 世界各地 各国的子弹 各种各样的武器 可以送 送给你 然后你打什么 你打俄罗斯的军队 炮弹会落在 人的身上 也会落在土地上 那个土地 就是乌克兰的土地 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了 你不是全民上下 每个决议死战 如果是这样 我没有话说 敬佩你 守到最后一寸土地 但是 看到也有新闻说 你根本的逃 你军队就撤撤撤 你没有把老百姓带走 所以现在如果俄罗斯 给护照 当然是他们会 他们会 离开这个国家 没办法了 生活跟自己的生命财产 还是最重要 俄罗斯都讲了 你移民 当然你一定有一点钱 黄金什么 你有多少就带去 多少就对了 我不会要求你 新加坡好像移民 从前要50万 现在不懂要多少万 从前新加坡香港移民 我有认识一个 他必须要有多少钱的资本 然后他必须要投资生意 所以他们很多来开那些茶楼 在新加坡 有些赚 有些惨 惨的就惨 惨的最后也回去香港 也有 好的就继续的留在香港 但是孩子读书 读到一个阶段 他们也送孩子回去香港 因为他们说也不要得罪中国 这两边不要得罪 因为你不知道新加坡有一天会不会很惨 所以我跟你讲 每个人都很现实的 有些人不会把说我是哪个国家的人 我就活在这里 生在这里 死在这里 张大哥讲这种话 我身在新加坡 我死在新加坡 我葬在新加坡 我变成骨灰撒在新加坡 多好 因为我没有地方去 事实我是没有地方去 我真的讲真话 我没有地方去 如果现在有一个国家 比如说中国 我的故乡 你来你来 我给你一块地 有山有水 送给你 我就可以考虑 我要不要落地生根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我的祖辈 我也是从中国哪里下来的 现在他们要我 我就回去咯 现实嘛 人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那时候 我爱国啊 但是国家亡了 我落叶归根 我爱我的国家 我也更爱我的祖国 祖国 这个也是祖国 那个也是祖国 这个是我出生的祖国 那个是我爸爸的祖国 这个是下面 那个是古老 古早味下面 这样讲 当然是古早味好吃 当你要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你当然一直讲那边的好话 就是这样的 所以张大哥直播世界 有时候我提出的一些观点 其实可能有些人 现在听了咬牙切齿 很不屑我这样 但是我也没办法 我告诉你 我讲的是人性 很多人到最后 不一定把国家 放在他心中的 没有办法 他必须妥协 他妥协 他可以讲一句很伟大的话 你知道吗 他可以说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你们不要以为 我离开你们而去 我只是暂时的躲开 等到国家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回来 我会回来 哎呀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